大家好 我是威爾主播 我是快被扶正的陳富寧 一起來關心高譚大師名人賽啦 挑燈業戰的球迷朋友們 本場名人賽是不是讓你看得很過癮呢 第一回合領先的三個人到第二回合 CAPCAR幸運在變天之前打完一人獨霸了二三回合 到最後一天的補賽加正賽 John Rung穩住正腳穩穩進攻 反觀是CAPCAR自己沒賺到甘數 還失守了城池 最後是由西班牙名將John Rung逆轉 穿走了綠夾克 富寧哥你好像第一場到第四回合都有看 你有下誰嗎 一開始 如果看完第一天的話 我真的有點想下Victor Hovland 我也是 真的嗎 你想過嗎 對 我也是 我覺得那第一天CAPCAR狀況太好了 所以我覺得在第一天看完以後 我最關心的就是CAPCAR 另外還有那個業餘選手Benet Benet也是非常厲害 對 對 前兩天前兩回合都打非常多 都68桿 所以他其實贏了很多球王 對沒有錯沒有錯 他表現真的是相當出色 不過沒有想到打完第四天 John Rung最後脫穎而出 其實我也蠻欣賞John Rung的 他今年開賽就已經很猛了 就是今年開賽就已經拿了三個冠軍 然後再加這個名人賽就四個 真的是今年手感非常火燙 嗯 名人賽圓滿落幕最後一天逆轉 穿上綠夾克的冠軍John Rung 其實開賽的第一動就拿下了Double Bogey 出師不力 當時他肯定沒想到這場名人賽 竟然可以拿到冠軍 今年的賽事可說是高潮疊起 第一天Hoffland Kepka、John Rung三個人標出-7的成績 站在領先榜 Hoffland第一天打出-7的好成績 讓他對未來三回合的比賽充滿信心 但天公不作美 第二天第三天面對惡劣天氣 風大雨大的影響 所有選手都打得非常辛苦 不僅開球平均短50碼 再加上低溫 大家都被天氣阻擋了進帳機會 只有Kepka幸運的在第二天 還沒變天前出發 拿下了-13的成績 後面出發的選手 包括John Rung、Hoffland 都不敵天氣的影響 不要說進帳了 光是保住不掉桿就很有難度 大會最後因為天氣音速 只能暫停比賽 選手們第三天還要補第二天 沒打完的動數 Kepka就高掛-13的成績 涼涼等待 感覺綠夾克都已經穿上一半了 前三天都大幅領先的前球王Kepka 第三回合雖然後12動只抓下了 一隻Birdie吞下三個Bogey 表現普普 但是John Rung第三回合 也只有73桿的成績 讓Kepka依舊握有兩桿領先的優勢 緊接著進入第四回合的前九 Kepka吞下了三個Bogey 被John Rung的兩個Birdie 一Bogey超車 儘管後九Kepka設法抓下了三隻鳥 但也吞了三個Bogey 難以追上後九兩隻Birdie Bogey Free的John Rung 最終John Rung逆轉 以四肝之叉擊敗了Kepka 躲下了勝利 而這場年度首場大賽的總獎金規模 從1500萬增加到1800萬美元 John Rung本場就賺盡了324萬美金 比去年的冠軍Scotty Shuffler 足足多了54萬 John Rung一開季 一波六戰四勝的瘋狂氣勢 也讓人見識到這位西班牙選手的全方位球技 看完今年名人賽的球迷朋友 一定有發現場上的氣氛是不是特別不同呢 大排球星們是兵分兩個陣營 LIV跟PGA兩個聯盟水火不容 選手們在場上廝殺 兩大陣營也隔空校正 LIV甚至還放話說 只要Kepka奪冠的話 要在場上大肆慶祝 這也讓PGA陣營是剉裂彈 生怕被LIV搶走了風頭 不曉得傅寧哥 你有沒有觀察到什麼特別的氛圍 我覺得今年LIV選手 在這場名人賽當中表現蠻不錯的 尤其是包括像老將Phil Mickelson 都能夠在這場比賽當中打到第二名 我覺得也是讓我非常意外的一件事情 他前面都打得沒有很好 然後感覺也起起伏伏 甚至還被很多球迷嚇住 他是就會被咔掉的選手 他是第一名 所以他其實還是 但是這樣還是老的蠟非常厲害 最後一天還是 板面要分他一點 對對對 而且前六名選手當中 有一半是LIV選手 對所以LIV的球星們 真的還是蠻給力的 最後一天名人賽 兩大陣營的高層 可能比選手們更緊張 因為這一場面子 保衛戰誰輸誰難看 但恐怕PGA更輸不起這面子 強力封殺LIV選手 有各種媒體宣傳抵制落跑球星 再加上LIV球星CAPCA超給力 一路領先 而傳奇球星Tiger Woods 雖然壓線晉級 但撐到第三回合 還是不敵腿部傷勢退賽 小麥本場也熄火 讓PGA的高層 前三回合可說是如坐針毯 再加上LIV本場光靠CAPCA 連三天佔據領先榜 就已經搶進風頭跟版面 但這還沒完 最讓PGA氣得牙癢癢的 應該就是老米米克森了 之前被親PGA方的媒體輿論 墊得超慘 還被最多人嚇住 會被淘汰的選手 但他也為自己爭了一口氣 前三天打得跌跌撞撞 但最後一天飆出65桿 八隻BIRDIE一BOGI 一舉讓他衝到第二名 也讓大家見識到 江還是老的辣 兩大陣營的戰火之外 還有另一亮點就是 唯一晉級的業餘選手 Sam Bennett 前兩回合雙雙六十八桿 進而打到第三回合的領先組 最後落居並列第16 贏得了業餘冠軍 今年的名人賽特別好看 是因為兩大陣營的明星選手 精銳進出 但這個光景恐怕呢 明年就沒有得看了 因為世界排名積分的關係 明年的LIV陣營恐怕 只剩下各位數的選手 可以來參賽了 這樣會不會太可惜了 我覺得高手過招 還是多一點高手 比較好看一點 對就是精彩度會比較高 對不對 對對對我也覺得是這樣 要不然的話LIV 他們會不會過幾年 自己也辦個大賽 然後不准PGA選手來參加 可是LIV只有48位選手 目前簽到48位而已啊 所以他們人還是有比較少 不過他們簽到都是大排選手 所以希望他們可以趕快加油 拿到世界積分 讓這些明星可以在這些大賽裡面 讓我們看到他們精彩的表現 LIV聯盟眼前最大的困境 就是遲遲無法獲得世界排名積分 即使未來如願通過官方認可 但時間一點一滴的浪費 再加上只打三回合54動漢 48人的陣容之下 選手能拿到的分數自然遠遠不如 每旬賽四旬賽 想要立手在50大高手行列的四大賽門檻 難度非常高 以明年的名人賽為例 Mickelson-Patrick-Reed Dustin Johnson-Bob Watson 還有Charles Swasker 以及Sergio Garcia 六位歷屆冠軍 每年都可以回來參賽 而Kepka Cameron Smith 還有Bryson DeChambeau 則是靠著過去五年 其他三場大賽的冠軍身份 依然可以取得一席之地 但其他的選手 恐怕再也沒有機會 走進奧古斯塔的大門 今天的高台一課也到尾聲了 不曉得富妮哥對這次的整場名人賽 印象最深刻的選手是哪一位 我覺得應該還是業餘選手 Sam Bennett Sam Bennett他是來自於 德州農工大學五年級的學生 然後他在第一輪的68桿 也創下了2001年以來 在第一輪的業餘選手最低桿的紀錄 我覺得這都相當不簡單 但是他雖然拿不到獎金 可是你知道嗎 現在學生運動員 他們也可以簽代言了 所以接下來Sam Bennett 他的代言的數字 也應該非常可觀 哇塞 一戰成名的意思 確實 然後我覺得這一次的比賽當中 尤其是第四天 CAPCA他的整個狀況突然之間下滑 聽說有一些奇怪的原因跟理由 這世界上只有三個人知道 一個是CAPCA 一個是維爾 另外一個是John Romm 到底是什麼原因 其實這次CAPCA最後一天 就是他打得沒有很順利 大家是覺得 是不是TEMPO上有點不太一樣 因為CAPCA覺得 Kentley Patrick 在他前面一組打得太慢 Kentley一場 總共打了五個多小時 然後光有一動 那一動呢 John Romm都已經 去了七次廁所回來 都還沒輪到他們開球 然後呢 就有一張照片就拍到 John Romm跟CAPCA兩個 站在那邊等開球 非常無奈的表情 所以呢 CAPCA可能會覺得說 這次最後一天呢 他沒有打得很順暢的原因 其實TEMPO上也是有受到一點影響 原來如此 我們也可以印證 John Romm可能膀胱無力 以上就是今天的高談一課 我是維爾 我是常富寧 感謝您的收看 更多精彩的體育消息 請鎖定體壇觀測站